1872年到1914年 40多年的时间里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是遭到美国公众最憎恨的一个人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亿问富翁 他的名字总是和贪婪、掠夺、残酷和腐败等邪恶的品质联系在一起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公开指责洛克菲勒 是一个违法分子 美国六个州的检察长都曾经鼓噪着 要将他监禁 托尔斯泰说 诚实的人都不应该给洛克菲勒工作 还有福音牧师 也声称他捐给教堂的钱都是些不易之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开始改变了语气 洛克菲勒现在被评为最伟大的美国人之一 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家 他留下的遗产非常多 比如说世界著名的石油公司 洛克菲勒基金会 大通银行 现代艺术博物馆 洛克菲勒中心 芝加哥大学 洛克菲勒大学 还有911事件中倒下的纽约世贸中心等等 当然 他最大的一笔财产 恐怕就是流传百年生生不息的洛克菲勒家族 1935年5月23日清晨 98岁的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在熟睡中与世成词 医生的诊断是心肌梗塞抢救无效 赌信基督教的洛克菲勒一直认为 上帝只是委托他管理而非拥有财富 他将大部分自己的财产全部捐出 只给后人留下了2600万美元的遗产 1839年7月8日 约翰·洛克菲勒出生于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一个小镇 洛克菲勒的父亲是一个很讲求实际的人 他自信 冒险 善交际 任性而又以自我为中心 他从小就教育孩子们 只有劳动才能给予报酬 而家里的任何劳动都制定了一套标准 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他勤快 节俭 朴实 家教严格 洛克菲勒作为长子 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讲求实际的经商指导 又从母亲那里学到了精细 节俭 守信用 一丝不苟的长处 这对他日后的成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朴克菲勒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商业才能 他用第一天工作的工资买了一个记账板 上面详细地记录着自己每一天的开支 很多年纪了一些年纪的年纪 他们是一个很严重的群维 与一个严重的关系 但他们共同一些共同的价值 而一个非常具体化 是他们的传统 在社会和赠达 1897年 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后的 洛克菲勒专注于慈善事业 中国更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 其海外投资中独占凹头 众所周知的是 北京协和医院医学院 是洛克菲勒基金会 在中国投资最大 最著名的一项事业 显为人知的是 州口店北京人的挖掘和考古工作 洛克菲勒基金会 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 在子女教育上 拥有巨额财富的洛克菲勒 时时刻刻都在给儿女灌输 金钱必须用于正义的事业 浪费是一种罪恶的价值观 为了给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洛克菲勒所做的第一步 就是不让他们知道 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有钱人 并且还在家里建立了一套 只有劳动才能获得财富的系统 孩子们只有靠做家务证明花钱 这一传统更是被传承至今 我们应该是在家里建议中 在家里建议中 在家里建议中 他们的家里建议中 他们他们做出的 把洛克菲勒的 有机会 小洛克菲勒成了家族的掌门人后,不仅接管了家族的石油生意,同时还接管了家族的慈善事业。 小洛克菲勒在纽约建立了洛克菲勒中心,并设法挽救了美国西部山区的许多古老的红山。 不仅如此,小洛克菲勒对保护历史文物和保护环境有着浓厚的兴趣。 大卫洛克菲勒是洛克菲勒最小的孙子,也是最能干的一个。 作为哈耶克和熊比特的学生,他对社会经济和企业经营有着深刻的见谛。 这些见谛也广泛地影响了美国经济的走向和政策规定。 曾经担任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因为出色的能力及广泛的人脉, 他曾经被邀请出任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等职务,但都被他谢绝了。 家族创始人老约翰·洛克菲勒说,财富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毁灭人。 他对财富的态度深刻影响了家族的后代, 他的孩子们没有过着奢侈的生活,反而成为家族财富的接力棒的传承者。 如今,洛克菲勒家族已经繁衍到第六代,共有242名成员。 第五、六代的洛克菲勒家族成员不再是主宰美国的富豪阶级, 而是广泛活跃在各个阶层和领域。 他们在做完整个月 одинedi日的 Quando他们搞的荣費, 他们一起结束。 这是九亿的 saving客和美国的差距。 他们算在 потерci September 1, slash two 백训者里, 那覓第五、私人的基片伙伴营交线。 他们在连着打到婚女友产的财富的情况下, 合 van同屋作智里面。 在学习do lettuce員里上談创造成饭ル平均的情况下, 我们今天码出 со网友们的未来打算于环节。 很多人将洛克菲勒家族的发展过程 与美国社会的演变相提并论 一位美国作家指出 百年已过 这个家族在国家的成长过程中 铸造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谢谢